你何等的爱我们 为我们设计 主啊 今天晚上我们带着个饥渴慕依的心 我们要藏着脸 可以看见你的荣光 如同从镜子烦躁 荣上加荣 仿佛从主的灵所变成 使得我们何等的渴慕 我们能够变成你的永醒 能够活出你的永美 真的让别人看到 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主啊我们真的何等的软弱 许多时候我们活在我们的老我的罪性 脾气 各种的邪情示欲 主啊你来赦免我们 你的宝血再次来揭盖我们 主啊你应许 我们若认知的罪 你是信使的 你是公义的 不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 主啊要我们真的是 靠着你的恩典 靠着你宝血的大能 主啊我们能够重新得力 主啊我们在哪里软弱 哪里跌倒 我们就在哪里站起来 主啊帮助我们 能够效法你 能够效法基督 主啊这是何能荣耀的一个恩典 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罪人 主啊我们本事尘土 怎么可能能够有这些恩典 能够效法你 代表你 主啊是何等大的恩典 主啊要我们的一生 效法基督 活出基督 成为我们生命最大最大的目标 不是事丰 不是工作 不是恩赐 更不是知识 主啊一切一切 主啊我们的心愿跟目标 就是能够效法你 活出你自己 让人从我们的生命当中 看见耶稣 主啊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堂课不是知识 不是学问 更不是理论 来是主 你对我们说话 你的话成为灵 成为圣灵 主啊光照我们 接着你的话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真的看到 在我们生命里面 有什么黑暗 软弱 需要被你来更新 被你来改变的地方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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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我们 接近我们 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圣灵也充满我们 掌管我们这个空的器皿 主啊 要我们真的愿意被圣灵来责备 被圣灵来光照 也有能力 活出你的华与 活出你的生命 主啊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祷告仰望风 耶稣 记得的名 Amen 我们上一节提到 多玛士弟兄 Thomas Kempis 他一生的经历 写了这本书 效法基督 Imitation of Christ 这本书重要到一个地步 成为什么 在欧洲的基督教 被称为什么 第五部福音书 因为透过这本书 让人看到 如何的去效法基督 活出基督 所以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 耶稣亲自的告诉我们 父我的儿 学我的什么 样式 就是要效法基督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保罗也亲自说 你们要效法我 像我什么 效法基督 圣灵彼得在笔前 第二章二十一节 也讲得很清楚 要效法主的脚踪 干水主的脚踪 而行 所以解释很清楚 圣经的一个命令 我们要效法它 但是今天晚上 我们要思想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效法基督 我们为什么要向基督 我们为什么要活出基督 卡罗里觉得呢 为什么我们要效法基督 向他 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要活出他造谣的生命 才能够到圣经的 有事 Amen 效法基督 基督是我们的榜样 好 还有呢 很好 是理所当然的 创世纪第一章 二十六节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跟样式来找人 但人堕落了 是于神的形象 所以我们那个效法基督 恢复神的形象 是我们人本来 应该的本相 真正像人 我们现在都不像人了 假如我们没有 完全的效法基督 我们现在的光景 不是神当初所创造亚当的光景 所以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旧恩是 restoration 写下来 restoration 恢复 很多人否定 在伊甸园里面的光景 所谓的是旧照 是天然人 是不完全 其实不对的 在伊甸园里面 按照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 原来的亚当 堕落前的亚当 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无论他的生命 无论他的智慧 他的知识 都是非常丰富的 丰富到这个地步 他能够了解万物 给万物命令 命名 命名是什么意思 取名字 取名字 名字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特性 取名rocket 中文叫佛剑 为什么叫佛剑 他会喷佛的 像奸余废的 我们中国人的命名 比老美都厉害了 老美是rocket 是一个石头 rock 丢出去 飞出去 太土的命名了 我们中国人的命名是 佛剑 多棒 我们了解佛剑的性质 所以原来的亚当 在知识 在智慧 权柄 神的性情 美德 都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要 追求像基督 这个是 恢复神 原来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 good point 还有 为什么我们要 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的生活 good 为什么 除了从我们的本质 本位 人 所以为人 应该要有的 这个角度 还有什么原因 对了 马太福音十一章 刚才提到 主的这个命令 父母的儿 学我的样式 why 亚当犯罪了 对了 good 活出丰盛的生命 good point 原来福音 第十章 第十节 得生命 而且得 更丰盛 为什么要得到丰盛的生命 进入他的荣耀里 good 啊 That is I want to point out 跟大使命有关系 我们一种来看 一两处的圣经 好 我们一种翻到 Tri-G-G-19章 假如 离开了这个大使命 追求 完全 追求 向基督 都变成一种 自我的 修炼 自我的修道 自我的完美 不止单单 为了 这个 自我的完美 我们一种翻了 Tri-G-G-19章 假如今天的 教会 能够抓到这个重点 我想我们教会的 双教施工 会不一样 我们今天的 教会的双教施工 只是一个点桌 好像别人有 我们也有 不讲也不行 因为大家教会都在讲 有做多少呢 真的懂得有多少呢 了解是神的心意呢 我们一同看 Tri-G-G-19章 第五节到第六节 一同来 大声一点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外面中 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属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 祭祀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特别在最后的一句话 归我做什么 祭祀的国度 下面一句话 圣洁的国民 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圣洁 要圣洁 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为什么 前面一句什么话 神盼望 他们要成为什么 祭祀的国度 祭祀是神与人之间的中宝 神要让以色列人成为 神与外败人之间的中宝 以色列人成为圣洁的祭祀 能够把万民 带到神的面前 成为万果之光 其实神的心意 但是 如果能够成为一个祭祀呢 需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 假如以色列不圣洁 跟外败人一样的拜偶像 淫乱犯罪 他如何成为一个祭祀的国度 所以神拯救以色列人 一出埃及就很清楚 要他们守神的约 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透过守神的约 守神的诫命 好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 好成为一个祭祀的国度 神要透过以色列得出万民 甚至在创世纪十二章 神一复杂亚伯拉罕就讲得很清楚了 万果 因你得福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效法基督 我们要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 你发现这个完全的期望 我们多次的读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 讲得那么清楚 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解释人类跟神 第一个恩典之约的彰显 就是亚伯拉罕之约 第一句话开中民意 就要求亚伯拉罕怎么 完全 不容易啊 像天父完全一样 要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 那么怎么完全 所以神 透过摩西把十道诫命 告诉以色列 然后到了新约时代 耶稣有没有讲同样的话 在登山宝训 第五章 看到吗 最后一节48节 我们一同来 翻到第五章48节 整个神的心意 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贯的 没有任何的改变 不是说旧约是律法时代 新约呢 都安典时代 比较简单 比较轻松 不是 我们一同来看 第五章最后一节48节 一同来 所以 大声点 所以 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 这句话好像 当年神跟亚伯拉罕所讲的 也就是完全 但是耶稣道成肉身 他同样的一句话 对我们说 你们要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 同样的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讲的同样的一件事情 贴签第五章二十三节 贴签第五章二十三节 好 我们一同来 愿是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 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 与生子得蒙保守 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耶稣所讲的 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 跟保罗在基督所讲的 全然成圣 什么 是同一件事 而在基督保罗讲的更深入 给我们另外一个原因 为什么要追求完全 为什么要向基督 为什么要全然成圣 你看到下面一句话 怎么说啊 官府做什么事情啊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无可指责 官府到我们 是否能够 站在主的审判台前 站立得住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是否 能够成为那个 忠心的仆人 那个聪明的同女 基督的心腹 被提 无可指责 所以我们要追求成圣 我们追求要向基督 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 这个官府叫什么 不是单单官府叫酸教 做祭司 还官府叫什么 你是否成为一个什么 得胜者 在主的面前 在主的面前毫无指责 好容易吹响的时候 你就被提 在空中 在空中与主相遇 而那个心腹的条件 讲得多清楚 在启示录十九章 对不对 心腹的条件 记得吗 穿上光明 结白的细马一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不单是称义的一群 而且是行义的 是得胜的 是成圣的 是完全的 今天天父 在预备他的教会 成为这个圣洁的心腹 当这个心腹预备好了 我告诉你 耶稣就再来了 现在圣灵 如同那个老仆人 在寻找立百家 立百家预备好了 以撒族结婚了 你们 所以今天主耶稣在预备我们 预备他的教会 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可以献给耶稣基督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追求圣洁 不但是 官服到我们做祭司的国度 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 不官服到 解释人的本分 更官服到 你要成为基督的心腹 官服到被体的恩典 做王的恩典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要效法基督 但从 比较赏识的角度 地上的赏识的角度 生命节 二十八章 从第一节到十四节 神当年命令以色列人 要做圣洁的国度 要守神的约 圣明节二十八章 神给以色列什么祝福啊 记得吗 从第一节到十四节 还记得其中一番话吗 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凡手做得尽度顺利 居上不居下 坐手不作为 不得了的 但是为什么今天许多的基督 真的是惨兮兮的 穷兮兮的 困难重重的 他们说这是以色列人 我们是苦难 不对的 同样的应许 今天这个应许 给 以色列人 真以色列人 就是我们 所有信心的子孙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段经文 今天是仍然有效的 不是说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个是给以色列人的应许 不是 那这样我们就不要读纠约了 那么累干什么 纠约所有的应许 从创世纪十七章开始 亚伯拉罕之约 每一条都是针对我们的 只不如说 纠约许多的礼仪律法 献祭律法 是影儿 真体是基督 但是那个道德诫命 十条诫命 一点都不能少 甚至耶稣讲得那么清楚 我来不是要废掉 而且要成全 而且你们的义不胜过 文字法利赛人的义 赚不能进我的国 哇这句话要求多严格 不但是 你在行为上能够做得出来 从心里面都要做出来 心里面动淫乱 就是淫乱 所以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更严格 因为圣灵在你里面 因为圣灵在你里面 有一个心的生命 不但只是外表 外表很容易 你的心 师父从心里面圣洁 从心里面爱神 从心里面爱人 这个才是难 所以在旧约 要求以色列人 所遵守神的约的 遵守十条诫命的 在新约 一点都没有少 神要我们做完全人 不但是得着今生 也得着来世 一切的祝福 今生神要 把各样的 熟灵的福气 家庭的福气 物质的福气 各样的福气 在正常的情况 我说正常 神一定会嫁给我们 出台教会 是在一种 征战的特殊情况 一个国家 征战情况 跟和平时代 不一样的 对不对 征战情况 你要sacrifice 你要出去打仗 甚至要去流血 出台教会 是在征战 在这共产国家 也是在征战时代 所以很多传道人 为主真的是 受苦牺牲 穷苦一辈子 但是 当那个和平时代 正常时代 来到的时候 我们会完全经历 圣明记二十八章 所有的应许跟祝福 但那个还是吃药的 最重要是 贴钱第五章二十三节 当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我们无可指责 在他面前 站立得住 不是取消一个 撇下一个 不是被主 责备理事 又懒又恶的仆人 撇在外面 哀哭怯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我们从 这些角度来看 为什么 我们要 效法基督 所以假如 你好好读 Thomas这本书 你会发现 他要我们 默想基督 效法基督 活出基督 最高峰是 与基督 完全的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唯有进入 这个与基督 完全的联合 在神的旨意 里面的联合 爱里面的联合 你才能够 长久的 持续的 活着基督 所以 你发现 在 效法基督的 结本书里面 的 第二 第二部 他就提到 内在生活 Amonition leading to the inner life 在灵里面 与基督的联合 内在的生活 是 效法基督 一个重要的 一个入门 唯有你 不断的 住在主的里面 与基督 完全的联合 你才能够 真正的 经历 约安徽十五章 为主 多切国子的生命 与基督 完全的 在灵里面的联合 好 这是我 简单的 说明了一下 他这本书的 一些重点 那 我们特别 进入 他这本书 总共 分了 四卷 分了 四卷 第一卷 有 二十五章 25 chapters 那我把这 这二十五个chapter呢 归纳了 几个重点 有九个重点 我很快 简单说明一下 不能讲得太深入 我们也好好 读这本书 上网去读 中文的 英文都有 讲义找到吗 韩子上 里面那个讲义 Thomas Kimbers 多马斯 怎么 马弟兄 翻来翻去 Thomas Kimbers 你怎么跑到 额里根去 额里根早就结束了 Thomas Kimbers 没有发现你们 有啊 对啊 有啊 应该有啊 毛弟兄 是Miss OK 正前面有吗 对啊 好 那就好 好 那我们 注意他的 第一卷书 基本上 是 讲到 生命的捷径 Pergative 这个道德上 的一个的彰显 能够弃绝 丁死 一些肉体的 邪情事欲 而且在心里面 轻看这些世界的物质 等等的引诱 对世界的物质是 美好的 是神所创造的 但是不要因着这些的世界的物质引诱 我们失去了 居住的真理 所以他说 我们一定要拒绝 这个 轻看世界的这些物质财富 等等的引诱 要追求什么呢 谦卑 无名 Desire to be alone 这是很难做到 一件事情的 无名 今天我们可以放下世界的东西 但是进到这个 旧教里面 教会里面 我们 那个老我的追求 被肯定 追求 有名 追求 被告举 还是常在我们里面 所以有些教会 哇 不是很有恩赐 但是 不知不觉 好像那个 那个 光环就在他身上 所有的 所有的 spotlight就是打在他身上 就是 很容易就是 要被 高举 会被 好像 要众人知道 等等 但是 但是 Thomas 提到真正的谦卑 你甘愿成为一个无名的传导者 有唱这首歌吗 我们 我们在华城的时候 我们做 一个大师班 来唱这首歌 哇 我们真的一边唱一边哭 是自的手 甘愿放下一切 真的很不容易啊 追求无名 追求谦卑 那么什么叫谦卑 牧师找你做事 哇 我不行 我不能 我没有恩赐 找别人 什么叫谦卑 谦卑的定义是什么 舍己 还有呢 What is humility 谦卑是什么 放下一切的骄傲 good 虚极 empty himself good 虚极 很好 啊 顺服 谦卑一个表现是顺服 服事 很好 Thomas 提到 什么是谦卑 谦卑就是 你 能够用神的眼光 来认识自己 真的 看到自己 从神的角度 真的看到我们是何等 卑微 软弱 不配的罪人 你真正这样认识自己 才是谦卑 谦卑不是说 你跟别人比较 觉得 诶 别人比你厉害 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些都不是真实的谦卑 因为有一天 万一你的恩资很厉害了 你拿到不是学位了 那你不是比别人厉害了吗 对不对 不是 谦卑来世 你真的认识到 你真的认识到 我们的本相 从神的眼目 来认识自己 如同在路教父义 描写那个税吏 他是一个 可怜的罪人 你认识自己的本相 就是真实的谦卑 不是说 我得救了 我悲神用了 我得到各样的祝福了 就觉得 很不错 no 真实的谦卑 你要认识 你是个蒙安的罪人 所以要我们看一下 保罗 他的经历 我们一同翻到 眼睛不好 我们看 提莫泰前书 第一章十六节 保罗一生的谦卑的 侍奉神 你发现 他在晚年写 提莫泰前书的时候 他不会忘记 这件事情 提莫泰前书 第一章十六节 一同来 然而 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 在我的罪魁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 得永生的人 做榜样 他不会忘记 他是一个什么 罪魁 从神的角度看 他是个罪魁 所以 他一生 真的是认识自己 谦卑的 来侍奉神 今天的人 假如不认识自己的本相 就像凯文所说的 很容易就骄傲 当你成功了 当你比别人强了 当你成为一个大使徒的时候 哇 手按病人 病都得医治了 很容易就怎么 骄傲 跌倒 但你认识自己 是个大罪魁 是个蒙恩的罪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 一个很好的分析 什么是骄傲 骄傲就是想到 自己比别人强 骄傲 什么是自卑 自卑就是 想到 别人都比自己好 这个又 很自卑 但是谦卑呢 比较重用 就想到 自己不一定 比别人好 还可以 保留一点点 不一定比 别人好 可能比别人好 但有时候我们 过分的自卑 觉得 自己什么都不行 所以 如何能够在 骄傲跟自卑当中 有一个 平衡 就像耶稣所说的 我心里有何谦卑 遵循天父的旨意 父神要 耶稣做 他就去做 相信 靠着来 加给我们力量 凡是都能 就是 真实的谦卑 好 第二 他在 节卷书里面 一直的提到 罪的问题 不但是知罪 认罪 更要深深地体会 对罪的伤痛 不是说 哎呀 我犯错了 犯罪了 哎呀 对不起 不应该得罪你 不是这样轻轻松松的 你真的 体会到 因着这个罪 你心里面 如何地 为罪而 懊悔 为罪而伤痛 因着这个罪 带来的伤害 你心里面 真的是 非常地难过 非常地抱歉 真正的 对罪 有真实的 一个的伤痛的 一个的经历 所以让我们翻到 诗篇 五十一篇 十七节 一种来 神所要的 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开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 应该对罪的 一个态度 不是单单只是 知罪认罪 但是真的 为罪而伤痛 有个真实 对罪的伤痛 恨罪而灵罪 很多时候 我们基督徒 没有这个伤痛的感觉 说很容易 又犯罪 但是 Thomas 他不单单 常常认识自己 是个蒙恩罪人的地位 当他犯罪的时候 他真的 如同大卫的经历 对罪有一个 忧伤痛悔的心 但是现在 我们基督教对罪不太讲的 怎么要 指出对方的罪 指出同性恋的罪 指出堕胎的罪 我们不太讲的 信徒 一些道德上的错误 一些罪 牧者不太讲的 都在讲 成功神学 医治神学 忧伤痛悔的心 神要安慰你 不会讲到 为罪忧伤痛悔 而恨罪 而恨罪 离罪 今天都是讲一些软性的 好听的 所谓诸服的 正面的 但是假如 你不认识 自己的本相 不对罪 有这样的敏感 教会是不会圣洁的 基督是不会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 我常常真的觉得 很难过 整个欧洲的教会 北美的教会 就是走下坡 都是讲成功神学 医治神学 现在换了一下 不同的角度 讲家庭神学 对 家庭成功 物质 医治 这些都是重要的 但是你不能 今天是自我中心 讲你需要的东西 新一名来 需要赚钱 需要学位 需要成功 OK 成功了 现在成家立业了 我们开始要家庭了 就讲家庭了 都是自我中心的 其实不是不对 但是不能够 都是围绕着我的需要 神的需要是什么 神的需要是国度 是算教 是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等下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 他们讲得很清楚 一定要被十家跟谁主 要为主受苦 我们不讲受苦神学 也不讲苦难神学 也不讲十家神学 都是讲成功 好处 祝福 整个北美教会 走下步 我们中国教会 也现在差不多了 在北美 都是讲这些好听的东西 如何在职场 可以成功 如何理财成功 由这个长老报告 我们下礼拜 我们的专题是讲理财 请了一个理财专家 我想这个是教会 怎么请个理财专家 来讲理财了 因为第一次没有需要 你应该讲 这个 如果说中心管家 还差不多 你不要告诉人 怎么投资 怎么这个 这是教会吗 我都 我想有没有听错 整个的北美教会 就是围绕着 这些个人的需要 babysit the Christian 我们牧师 千万不要再做 那个保姆 就是给他 为 为他需要的 然后基督徒就变成 秘秘秘秘 像一个小鹰海一样 什么都是要我 我 我 不能的 所以我们需要 透过 Thomas 他的经历 透过这个 效法基督的 见面禁止 我们需要反省 我们今天要的是什么 最主要是什么 这是他对 罪的一个的态度 第三 他讲到审判的问题 神审判我们 不在乎我们 读了多少书 知道多少真理 来在乎我们 行了多少 在乎我们 活出了多少 圣的审判 是按照 你的果子 按照你的行为 不在乎你 都会讲道 也不在乎你 都会查经 都有恩赐 在乎 不是how much you know but how well you live 你活的 多好 神按照我们的行为 来审判 我们 是否 成为那个 愚者的同侣 被撇在外面 还是成为一个聪明的同侣 为主发光 是否取出一个 撇下一个 甚至按照 你的行为 所以 Thomas 要我们去面对 神的审判 台前 审判是从神的家 开始 取取一个 撇下一个 这个就是最厉害的审判 今天很多的 错误的摩斯人 以为 我们都能够 大家乐 大家背提 no 好好读 马特军24章 25章 好好读 读贴贤第五章 没有所有的背提 耶稣讲得很清楚 你们要警醒 否则主来的日子 像节的日子 让你们受亏损 会取取一个 撇下一个 但是很多教会 不讲这个 全都背提 传教会背提 没有所谓心腹 没有所谓义袍 他说这个 光明洁白的喜马懿 就是基督的义袍 虽然我们每个 得救的 有义袍 都是心腹 不对的 三小文 不是这样讲的 是圣徒所行的义 很多的经文 我们都看到 唯有那个得胜的 你好好会去看 启示录第2章到第3章 每次讲到得胜者 得胜能够 与耶稣基督一同 做网 其实都是得胜者 所仅有的 唯有的赏识 不是每一个 基督都得到的 得胜的 才能够 然后他继续讲到 审判的事情 他都讲到 我们基督 常常犯一个毛病 我们都想做神 去审判别人 我们一同来看这个 新约亚格书 James 第2章17节 今天许多的纷争 许多的受伤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喜欢去审判别人 亚格书 第2章17 对不起 13节 看错了 13节 我真的要去换我的这个眼睛 老花 现在越来越厉害 好 13节 一同来 因为那不怜悯的人 也要受怜悯审判 怜悯源是向审判夸胜 很多时候 我们在教会里面 很喜欢用律法 你懂得越多圣经 你懂得越多道理 很容易 你就成为法官 去审判定罪别人 但是 这里提到什么 怜悯 向审判夸胜 让我们不要 成为那个 那个judge 怜悯 向审判夸胜 我们不要 好像 就是看到 丢子妹的问题跟软弱 我们去审判 他提到说 少审判定罪别人 多审判定罪自己 这是灵敏成长 一个最重要的秘诀 当我们去责备别人的时候 毛弟兄你真不喜 你真不喜 一个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 其实三个指头 怎么 指着自己 所以 所以为什么 耶稣的教导 保罗的教训 不要论断 很可惜我们中文圣经 翻得不准确 以为不要论断 就是不可以 讲对错 一讲对错 你论断 不要论断 原文是什么 不要审判定罪弃绝 你的弟兄姊妹 好像一个法官一样 高高在上的 没有怜悯 只有律法 去定罪审判弃绝 不可以这样 去审判别人 那也是要怜悯 不要去做一个审判者 你可以做一个亏劝者 凭爱心说诚实话 你这样不对 求神帮助我们 让你能够胜过 而不是定罪他 我们 没有权柄 我们不是那个 那个judge 我们不是那个法官 谁是那个法官呢 耶稣基督才是 所以Thomas对这个 审判定罪的事情 他有很多的体会 No.5 第五 他特别提到 对自我的破碎 破碎自我的意识 才能真正的与人和睦 真的 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不能和睦 夫妻为什么会争吵 同工之间 为什么会争吵 同学之间会争吵 一个国家 的百姓 为什么会争吵 他是所有的不和睦 问题就是 自我的意识 太强 他说你要破碎 你的自我意识 其实这个就是 老约翰 所教导的 我们放到 约翰一书 第三章十六节 好 用来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都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其实舍命这个字原文是什么 魂 放下你的魂的这个生命感情意志 是指到 破碎自我的这种 很坚固的意见跟想法 好像根本听不见别人的想法 也不能够了解别人的想法 也不能了解别人的感受 完全是非常自我重心的 就是要别人听你的 但是在这里讲得清楚 我们需要 舍命 舍下我们的魂 我们的意志感情 不要太过的坚持 去想想对方的想法 了解一下对方的需要 他认为 很多的纷争 就是因为 太多的自我 真的的确在教会里面同工 要非常的小心 或许 你的想法是对的 你真的看到丢姊妹 真的是很软弱 很多的问题 但是 我们 要牧养羊群的时候 真的是 很多时候要放着我们的agenda 我们的想法 很多时候我们做牧者 我也犯一个问题 很铁不成钢 对Joseph要求特别严格 但是有时候我们 要slow down 特别慕会 真的看看 羊群的胃口 羊群的灵命 假如他只有一年几的程度 你要跟他讲内在生活 他不懂的 你要跟他讲熟灵无关 他也听不懂 什么叫熟灵无关 你真的要了解羊群的光景 按时按量 按他们的胃口 按他们的程度 他们只有一年几 你跟他讲维积分 他怎么听得懂呢 怎么可能呢 也跟他讲量子力学 维分几何 是什么东西 听不懂 要放下 许愿你有一个建造就有的蓝图 你不能讲这个 你要跟他们 从一月三十开始讲 就像师母 跟他的孙子讲 放言一样 讲一些听不懂的话 这个小孙子就跟他共鸣了 开始大家两个讲来讲去 讲牙牙语 可以 你要跟他讲什么 学国语 学德文 学英文 早了 哪有那么快 所以 需要 真的是 破碎 放下自我的一些的 意识跟想法 No.6 多学习安静 爱上安静 在安静里面 去默想神 因为他特别讲到 你要 做一个安静的人 你一定要 guard your mouth 保守你的口 上过一切 不是保守你的心而已 很多问题 我们的心可能不坏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的嘴巴 一不小心 讲错话 或者伤害人 cause trouble 做成风波 做成误会 然后 好好的一个小教会 就乱了 要传话 搞得乱七八糟 所以他说 你要做安静的人 这群 你要学问 把你的嘴巴封起来 强力教 多方认 风险 对了 出口能的伤人 所以保守你的心 胜过一切 其实 Thomas 是更提醒我们 要保守你的口 胜过一切 许多的问题 从口而出 或从口出 非常小心 那么你这样 才比较可能 成为一个安静的人 最不好意思讲话 怎么安静呢 然后讲的东西 乱七八糟 引起风波 引起误会 就乱了 所以在教会里面 也是最怕 这个 传话的人 喜欢都是讲话的 你跟他一提一个 带导的事情 一下子传了 传教会 那就乱了 甚至我们很喜欢 带导 一定要小心 有些事情 真的是只能在你 私道里面 你知道了 你不能 没有别人同意 你不能讲出去的 特别我们做传道人 牧者要非常小心 弟兄姊妹 真的把你当一个神父 他来跟你告解 他暗中跟你讲的一些问题 跟软弱 你绝对绝对 解释你的 professional morality 是你职业的道德 在美国教会 他可以去告你的 因为解释他 你公开了他的privacy 他的隐私 中国教会就还随便了 我就不来这个教会好了 但是美国教会 厉害的会有 他可以去找个律师 告牧师的 解释 我尊重你的profession as a pastor as a priest 好像一个天主教徒 找到神父在那边告解 这些神父受过 很严格的训练 绝对绝对保密的 所以让信徒是很放心 来到神父的面前 我前几天犯了个什么罪 怎么怎么 人七八糟的事情都敢讲 他认罪 祷告 然后 神父给他 赦罪等等 但他们解套方式 我们 就是说 他们解套的神学 我们不接受 不是说神父才能够设罪 真正设罪是靠着耶稣 就是宝血 我们真的是 来到耶稣的面前 认罪悔改 知罪认罪恨罪离罪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坐船到人 要非常小心 假如一不小心 误传了一些事情 或者说别人丢子里的隐私 你传出去 造了 有时我在一个教会听 一个牧师讲到 他本来也是好意 因为他住的地方呢 是一个基督徒姐妹 对他爱心的帮助 把他家的这个车房呢 隔出来做了一个appartment 那其实在美国 其实是犯罪的事情 但是这个传道人呢 就只是一上情愿讲 哎呀 这个姐妹多有爱心 把他的这个车库 变成一个appartment 让我住 吓得不得了 那个会友坐在那边 解释他家里的这个 隐私的事情 其实是某种角度 也是违法的 哇 但这个牧师 没有这种敏感度 以为是表达他的感谢 在讲台上面去讲 哇 很危险 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要非常sensitive 你可能一上情愿 觉得是表达你的感谢 但是这个会友的感受是什么 我好心接待你 把车库变成一个appartment 结果你给它公开出来 糟了 所以要非常小心 我们讲一些话 特别在讲台的时候 真的是 为什么鼓励地上 一定要写奖章 因为写奖章 你就会更谨慎 你的每一个字 不写奖章了 有时候你 不知道讲什么 你就开始乱讲了 就很危险 所以 Thomas非常重视 Guard your mouth Close your mouth 要做个安 才能够做个安静的人 千万不能 打嘴巴 其实我在这方面有弱点的 但是真的感谢神 常常 透过师母的提醒 透过一些钉子 真的碰钉子 就学会 除了神的道 少讲别的话 师母说 除了神的道 世界的话 不要讲 很容易讲错 就小心注意 你不要广东嘴 好像觉得我们广东人 很多人在那边乱讲话 广东人听得解句话 是什么味道 我就抗议说 我是河北人 好 No.7 要默想死亡 数算这的日子 以今天是活着最后的一天 来安排生活的次序跟优先 我们一种看看摩西的祷告 九十篇四篇 只要我们有摩西这个智慧 我想我们的生活会不一样 我们的priority可能不一样 四篇九十篇 十二节 我们获取 先读第十节 好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的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精化的不过是劳苦筹患 转眼成功 我们便如飞而去 十二节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而且他前面第九节 后面也描写我们的一生像什么 一生叹息 叹息是怎么样的 又短又苦 也描写我们就如同生长的草 草成 长起来 晚上就苦干了 所以摩西真的体会人生的苦短 可能如飞而去 明天可能就不在了 假如你真的知道怎么去数算你的日子 你就会得着智慧的心 安排你生活的优先秩序 昨天跟汪浩说 前天 我说恐怕我这次讲到是最后一次了 在这个教会 因为神给我的这个题目是很难讲的 我真的怕教会没有办法接受 我就是跟教会再见了 以后就不会再被邀请 我常常都带着这种最后一次的心情 包括我的讲课 我不知道我明天如何 我只有好好在神面前祷告预备 我真的不知道明天如何 所以假如我们真的是数算这个日子 然后真的是很珍惜每天的时间 好好在神面前衷心做好我们该做的 OK 真的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 可能明天没有了 我们所尊敬的曾喜光牧师 他每年都来我们神圈照会讲到的 突然被主接去了 比我还年轻一岁 所以我感谢主 我还活着 然后前几天听张伯利牧师说 我们所尊敬的唐靖辉牧师 也被主接去 他也曾经在我们神圈讲课 我教会的长老在讲台上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的看见 你对你生活的次序的安排优先会不一样 假如你只剩下一个月的生命 你会怎么用这一个月 绝对不会说 我再多开几次同工会 再多建立一个教会 我想 不会以工作有限 也不会说多读几本神讯书 多写几本书 可能你会懊悔 过去没有做好的事情 亏欠妻子的 亏欠儿女的 希望在仅仅的一个月里面 多陪伴你的家人 你会发现 你的价值观也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给王后的assignment 是每个礼拜 要跟太太去约会一次 要写报告给我 她还没写报告给我 我们都会忙好多事情 以前在上海 哇 那么多的聚会 那么多的邀请 现在来到美国呢 还是那么忙 不过也可能有个很好的原因 因为王军讲的功课特别多 报告特别难写 然后这个丰收教会事情也特别多 No excuse 怎么忙 你还是要dentist appointment 你跟牙医的那个 这个appointment 你不会说忙 我就不去看牙医 张弟兄牙齿痛 找了医生没有 找了吧 哎呀 哪里真的太忙了 牙医那分本是绝对不能延迟的 对不对 牙痛了 对不对 管他什么 我还是要快点去找个牙医才行 对不对 No excuse 好好的趁着有今天 所以要我们知道怎么去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 好得到智慧的心 智慧的心什么叫智慧 做你该做的事 也就是智慧 但是你该做的是什么事 只有你自己知道 不要乱做 不要瞎做 忙做 做你该做的 讲该讲的话 这叫智慧 最后 要思想死亡 思想主的审判 要从这个末后来看现在 我们都会面对主的审判 我们都会站在主的审判台前 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 就是直通车上天堂 No 我们都会站在主的审判台前 我们都会面对主的审判 取消一个 撇下一个 是得胜的 还是愚拙的 是忠心的 还是又懒又恶的 最后 他提到没有严谨的生活纪律 discipline 好像当兵一样 他说基督徒 你没有严谨的纪律 你的信仰生活 这样是一败涂地 你不要 有感动才读读圣经 有时间才能修 No 这个是要很纪律的生活 时候到了 都祷告 时候到了就读经 时候到了就上课 时候到了就读书 时候到了就去聚会 要很纪律的 否则 你的灵性生活是不会进步的 有非常纪律 把你该做的事情列出来 该陪小孩读书的就陪他 该开会 开会 排得清清楚 不能太多会 不能太多聚会 我真的要提醒我们的神学生 千万不要太多教会的聚会 你们今天不是教会的full time的传道人 你们是神学院的full time的学生 你是full time的丈夫 你不是part time 你也是full time的爸爸 你这个才是你基本的角色 对我很鼓励我们的同学 能够有教会操练的机会 实习的机会 但是 你不是full time的传道人 做不到的 就放下来 慢慢来 我今天就鼓励张帝兄说 我的教会就像乳养孩子一样 孩子是要慢慢养的 不是八秒就助长的 take time take time 急不来的 教会真的急不来的 就是做了你能做的 你把你的时间表列好 分配一下时间 对不起我只能一个聚会 就是一个聚会 其实周间一个聚会已经很厉害的了 因为周末又那么忙 礼拜六要上课 所以不能排太多聚会啊 否则身体会垮的 我刚才还提醒Carol 你身体刚刚好 你还是要注重你的营养 你的休息 你的运动 这三样 一样都不能少 你真的要把时间表列出来 能做的 做OK 我做 不能做 sorry I cannot say no I'm sorry 真的一定要学会 say no 否则你整个生活乱掉了 到灵修的时间都没有 你就麻烦了 所以Thomas非常强调 你一定有一个时间表 照着时间表做事 纪律 你没有时间表的话 就是没有纪律 like discipline 好 解释他不温的一些重点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他的意思是说 你要珍惜你每天的生活 好像每一天就是你最后的一天 你要怎么去好好去用这一天 就好像 你只剩下一个月 你会怎么用这一个月的时间 你要把时间 做最重要的一个安排 对 也有这个永恒的这种的 让你的超越 但是这一段他重点就是说 你就更有智慧 得着智慧的心 来安排你的生活 的持续 对 其实这个就是圣经的观点 对 就是你 知道你的时间真的是有限的 甚至你的生命 很有限 你真的不知道明天如何 所以你一定要善用 每一天的时间 好 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有没有 解释课 没有 好 我们快点休息一下 我更多下面 要很快的 简单的介绍 book two book three 跟book four 然后就要进到 这个 teresa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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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